今天我先教给大家的是 如何提高OBS的直播录制的画面质量 帮助正在观看这期视频的up主们 提高自己的作品水平 我非常喜欢OBS 因为它的启动速度是真的快 而且非常的小巧 功能非常的齐全 很强大 以前我一直用的是XSplit 这两款是世界上最好的两款直播录制的工具了 以后有机会的话 我再给大家介绍XSplit的这款软件 这款软件是收费的 而且体积比较大 这用率比较高一点 而且启动的时候还需要登录账号 刚刚忘了说OBS最大的优势是开与免费的 首先建议大家用管理员的身份运行OBS 接下来打开设置 在高级这边 进程优先级高于正常 为什么 因为你需要预留资源给OBS 优先保证OBS的直播 获得录制的流畅性 防止其他应用获得大型游戏 抢占资源 导致直播录制的卡顿 如果你想优先保证游戏的流畅性 而不是录制的流畅性的话 那么就不用高于正常 普通就好 如果你只有一台电脑 在这台电脑上玩游戏 同时还有直播录制的需求的话 我建议你游戏降低画质 这样的话就可以预留更多的资源 给OBS来直播录制了 我现在是PC录制 然后通过采集卡 采集Xbox的游戏画面 这就是双击直播 或者说你有两台电脑 你主打的是PC游戏 那么可以这台电脑玩游戏 用完一台电脑来直播录制 这台电脑的画面 这样的话也就是双击直播了 可以降低那个负担 如果你只有一台电脑 同时玩游戏直播录制的话 那么你需要更好的处理器 还有显卡 接下来教给大家的是 这些设置该如何设置 首先这些空间 是可以随意图动位置的 放在你显号的位置 那么统计数据是怎么来的 你可以在这里右键 勾选统计就有了 参进这边的话 你可以保存多套配置 就比如说 纯PC录制的 或者说直播Xbox的 那么这个圆的话 可以选择各种的 比如说显示器补货 游戏补货 然后采集卡 这边的话 我可以切换一下 切换显示器 还有Xbox 音频的话 记得选对设备 就比如说 你的麦克风是哪一个 然后你的桌面的声音是哪一个 然后在右边 还有一个高级音频属性 就比如说桌面音频 我录制到1号轨道 麦克风2号轨道 那么3号轨道 两个都有 这个是用于直播的 你可以看到 在设置这边 输出 串流 音轨 3 我就把麦克风 还有桌面音频 都输出到3号轨道 那么录像的话 则是分别录制1号和2号轨道 桌布这边 你可以开启或者关闭预览 这个都没有什么问题的 首先我们从高级开始 进程优先级高于正常 然后渲染器 默认的Direct3D11就好了 颜色空间 默认的MV12就行 因为这个是比较适合流式传输 直播入资这些的 如果你有那种HDR 实微色彩 苹果的Pro S 那种需求的话 可以选择i444 当然了 其他的设置也要跟着调 色彩空间 选择709 而601 已经被淘汰了 不推荐 当然了 也可以选择sRGB 也是用于PC游戏的录制 不过一般来说 默认的709就行了 色彩范围推荐用Limited 也就是局部 虽然说Full 它的范围会更广一点 但是还是有些硬件软件 没有完全实现该标准 接下来在视频这边 由于我主要录制的是4K视频 所以说我这个基础画布的话 是3840x2160 4K分辨率 也就是红色这个框框 就是基础画布了 再缩放这里 由于我不需要缩放成1080p 所以说我还是停的4K分辨率 也就是不缩放 如果你的显示器是1080p的话 可以这样子 基础1080p 缩放1080p 又或者你的显示器是2K的 但是你只想直播入这1080p 那么你的基础画布 可以选择2560x1440 然后输出分辨率 这里选择1080p就好了 缩下方法 这里最常用的两个是16个样本 或者36个样本 但是36个样本这里 可能会造成过度略化 造成微影 所以说一般来说 还是推荐用酸力方16个样本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36个样本 因为我之前也一直用的是36个样本 FPS这边常用的是30帧或者60帧 或者说你想59.94 29.97 或者其他帧率都是可以的 在这里顺便提一句 如果你要录制4K60帧的视频的话 你需要很好的处理器 还有固态硬盘 因为4K60帧的数据量真的是非常的庞大 你可以看到我这里有一期录像 21.9GB 一个小时12分钟4K 而且还是4万码率而已 接下来音频采样这里 CD的话是44.1 DVD的话是48 声道的话立体声 或者说你有更好的需求 5.1声道 7.1声道 都是OK的 接下来推流这边 你可以选择你想要直播的平台 或者说自定也是可以的 就比如说B站 你开播了之后 它会提供一个地址 还有直播码 地址的话 复制到这个服务器这里 然后直播码的话 复制到创流密钥这里 然后确定点击退流 好的 这就已经退流过来的 那么的延迟的话 大概是两秒 因为我设置的关键增进隔是两秒 接下来推荐一个加入stream的平台 它可以帮你同步直播 就比如说我同时直播 YouTube Twitch 还有虎牙 它这边还支持很多的平台 就比如说我在RTMP这里 这里有很多节点 就比如说最近的是新加坡 亚洲的新加坡 复制粘贴 复制粘贴 然后应用 好的 接下来我点退流 也就是我退流到resume 然后resume帮我退流到其他平台 好的 你可以看到我这边已经开始直播了 同步退流三个平台 非常的强大 这个resume 接下来就是本期视频的重点了 输出模式我们选择高级 然后我们先从串流开始讲 首先你会注意到编码器这边 我和你们的显示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多安装了一个插件 这个插件叫streamfx 这是个非常强大的插件 这个插件最新版是4天前更新的0.10 这个插件它不仅提供了非常不错的特效 它还提供了更强大的编码器 安装好插件之后 你会发现这里多了一个选项 nwick ffmpeg 它会比OBS自带的nwick 还要强大 当然设置稍微复杂了一点 待会我会教大家如何设置 现在我们先从简单的开始 首先给大家讲解一下编码器 第一个是x.264 也就是纯CPU编码 第二个quicksync是英特尔的核显加速 英特尔非常注重视频编码解码的性能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每次更新矿代 编码解码的性能都会提升 这次11代处理器 还添加了AVE编码技术的支持 这是一个面向未来的技术 用来取代h.264 h.265的编码技术 而且非常适合流失传输 也就是直播录制的这些网络视频 AVE技术的主导者是谷歌 参与者有微软 苹果 英特 AMD 英伟达 还有腾讯 爱奇艺 ARM 火狐 Netflix 等等 爱奇艺已经支持了 然后Windows10R 英特的11代处理器 还有30系显卡 AMD的6000系显卡也都支持了 你可以看到AVE的支持者非常的多 阵容很庞大 前进也是非常的好的 现在已经有很多视频网站都支持AVE了 未来几年会越来越普及的 接着你会注意到OBS自带的NWINC H.264版面有个New 这个New是干嘛的呢 这个选项是给第七代NWINC技术显卡用的 包括1660SHOP 还有20系显卡 30系显卡 如果你的显卡更老 就比如说1070 1080这种PAS卡架构 或者说更老的Maxwell架构 就不要选这个选项了 这个选项是英伟达和OBS合作的 专门为20系显卡 30系显卡 16系显卡来研发的 这个新版的NWINC编码线它提高了编码效率 同时还降低的占用率 这个新版的编码线它可以媲美X.264中等的画质 如果你用的是老显卡 你会看到一个选项就只有NWINC后面没有New这三个字 这就是老款的NWINC编码线的给老显卡用的 好 接下来我们先讲下X.264 这个用途主要是哪些呢 就比如说你有8核心的Core i7 获得更强的处理器 那么你在电脑上玩游戏的时候 你想减少对游戏增速的影响 想让显卡专心渲染游戏 这种的话就可以选择X.264了 而且X.264在低码率下的表现都会好一些 但是如果你CPU不够强劲的话 或者说参数设置错误的话 这样反而还会导致电脑变得更卡 直播卡录制卡游戏也卡 这样的话我还是建议 你用英伟达的NWINC技术来编码 英伟达的编码技术真的是比以前强很多 不断的在进步 不断的在成长 我这边是录制4K 而直播的话是1080P 如果你的显示器你的游戏都是1080P的话 那么这里不需要勾选 而且在视频这里的话 基础画布还有说法都改为1080P就好了 大部分平台都推进1080P60帧6000kbps的码率来直播 这取决于你家里的网络 就比如说我家里是200兆的光线 我的上行可以达到40兆 用6000kbps来直播的话 非常的稳定流畅 我甚至可以8000kbps 或者1万2kbps 但比特率并不是越高越好 也许你可以直播很高的码率 你家里的网络很好 但是观众并不是 观众它如果是小水管会缓冲 一直在无限加载 也就是如果你码率够高的话 会导致小水管冲不起 所以说大部分的直播平台都推荐 你用1080P6000kbps 具体直播码率的建议的话 你可以去看直播平台的指引 接下来关键专件可能 很多平台都是推荐两秒的 CPU预设这里 这取决于你CPU的强弱 你可以superfast或者说veryfast 再高的话就越来越卡 但是画质也是越来越高的 也就是速度越慢 画质越好 但是你CPU会越来越吃力 我一般都是后期视频剪辑 往压制的时候 选择slow或者slower 录制的话 我一般都是选择superfast 或者veryfast 或者你CPU更好的话 选择fast也是可以的 配置profile 毫无疑问的选择hide 而main还有base9 这是给老设备用的 就不是说iPhone3那时候的设备 如果你想要更点点延迟 实时和观众互动的话 在这边关键称间隔 可以改为1 那么X.264选项这边 并填写keyint equal90 90是给60帧的视频 就比如说你直播1080p60帧 如果你是30帧的话 在这边改为45 如果你想要用OBS自带的 NWIC编码技术 来直播的话 也是可以的 这也是目前非常流行 非常好的直播方案 而且刚刚也说了 新版的英伟达的编码技术 效率更高了 而且占用率更低 它不会过多的影响到你的游戏增速 而且还可以降低CPU的负担 在这里还是建议大家 如果你想在同一台电脑上 网游戏直播的话 那么建议把游戏的画质降低一点点 预留一些资源 给OBS保证直播录制的流畅性 OK 重新送饭输出1080p 那么速率控制还是CB2 这里选择6000kbps 关键称2秒 预设的话 如果你是图灵显卡或者安倍显卡 就比如说20系30系显卡的话 果断上最高质量 而老一点的PAS卡或者Maxwell 就选择质量或者性能 当然如果你觉得最高质量负担挺大的话 那么质量就好 配置的话默认Hi就行了 向前考虑你可以打开也可以关掉 如果你是FPS那种快节奏的游戏的话 建议还是关掉 这个功能它会加大显卡的负担 增加使用率 接下来心理视觉调整打开 它会合理分配比特率的使用 最大逼真你可以选择4帧 如果你显卡够好的话 而且如果你是FPS快节奏游戏的话 最好还是2帧获得3帧 这个效果会更好一些 那么在这里还是推荐大家直播的话 用2帧就好了 如果你没有英伟达显卡的话 用英特尔的核显 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AMD的显卡的话就算了吧 它的编码技术还是有些缺陷的 还不及英伟达的编码技术 同样的重新缩放输出1080p 目标使用我可以选择very fast 那么的配置还是high 关键帧间隔两帧 CBR6000 B帧最大B帧两帧 刚刚这里打错的是两帧 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FFM配合这个编码器如何设置 在这里我勾选了重新缩放输出 因为我是要把4K分辨率 压缩到1080p来直播的 如果你的显示器 你的游戏都是1080p的话 那么这里可以不用勾选 然后视频这里 这个基础画布还有缩放的 都改为1080p 接下来预设选择high quality 高质量 然后profile选择high 默然high就行了 而M还有baseline 这是给老设备用的 级别的话4.2就够了 而D级别的话是给老设备用的 就比如说iPhone上 而高级别 如果太高的话 有些设备是不支持的 或者说你也可以选择自动 它会根据你下面的设置 自动选择你合适的级别 如果你不知道选择什么的话 那么自动就好 直播的话 一般都推荐用CBR固定码率 所以说在这里推荐用高质量固定码率 二次编码这边可以开 也可以不开 如果开的话 是需要消耗额外的GPU资源的 需要你有强大的显卡 不过提升并不是那么的明显 在这里还是建议关掉 而且还可以省资源 向前考虑这边 如果你是16系20系30系 也就是第7代NVIC技术显卡的话 那么在这里选择16到32的配置 如果你是更老的PASCA 或者Maxwell架构显卡的话 选择8 或者你不想打开 向前考虑也是可以的 就设置为0就好了 那么设置为0之后 自适应i帧和B帧 都是默认关闭的状态 但是你需要在这边设定一下B帧 最大的B帧数量一定要设定 我这边向前考虑是打开的32 那么自适应i帧关掉 自适应B帧开启 很多直播平台 都推荐用1080p 60帧 6000kbps的码率 所以说在这里推荐填写6000 那么缓冲区一般都是双倍的 也就是填写12000 这直播码率的话 就取决于你家里的网络 你的上行速度有多少了 就比如说我是200兆的光线 那么我上行速度可以达到40兆 差不多 B帧直播的话可以8000 或者1万多 就比如说我选择8000 那么在这里需要改为双倍的 也就是1万6 自适应量化这边两个都打开 然后强度的话 我选择的是12 如果你觉得强度太高的话 可以降低一点 就比如说降低为7 或者更低也是可以的 接下来最大B帧的话 我选择的是4帧 如果你是FPS游戏的话 可以选择3帧或者2帧 会更稳一点 效果会更好一些 接下来B帧参考模式的话 选择一半 接下来这4个选项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选的话 可以选择默认 0延迟这边可以打开 也可以关掉 如果你的B帧没有设置为0 那么这个加群预测默认是关闭的 你也可以打开 打开的话 它会额外消耗GPU的资源 会降低编码器的性能 其实这边你也可以关掉的 非参考批证的话 可以打开也可以关掉 接下来关键证间隔 选择秒数 B帧建议的话是2秒 很多直播平台都建议2秒 或者说你也可以选择1.5 接下来讲一下录像 录像格式的话 推进用MKV 这是最适合入制的格式了 MKV它可以记录多个音轨 而且即使你OBS意外中断 或者说意外关机 那么录像的文件是不会损坏的 你也可以选择MP4 虽然MP4的兼容性很好 但是假如你电脑意外的死机 或者停电 那么你辛辛苦苦 录了1-2个小时的素材 就毁掉了 文件损坏 而且OBS也支带了MKV转MP4的功能 非常的强大 非常的简单 在文件这里录像转风霜 然后在这边你选择 这里有个EGB的文件 你可以看一下 EGB的MKV文件 打开转换 秒转换 看到没有 MKV就转成MP4了 非常的快 当然了 这要求你电脑是固态硬盘 所以说才会那么快 如果你是极限硬盘的话 要转很久 接下来看一下编码器 这下面这三个都是StreamFX插件添加的 有Apple的Porex 还有H.264 H.265 在这里我不建议用X.264 录制4K60帧的视频 无论是8核心的Core i7 还是AMD的5800X 都会有点卡 如果你是4核心 或者6核心的处理器的话 那更卡简直没法干 降到10帧或者8帧9帧 用X.264录制适合什么场景 这个比较适合双机直播 就比如说你一台电脑 或者一台游戏机 在网游戏 那么用另外一台电脑 采用X.264来直播 录制这台电脑 这台游戏机的画面 但是还是不太推荐 因为这要求你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处理器 还是建议用 因为它的AMWIC编码技术 或者英特尔的核显加速来录制 接下来码率控制这边 建议用CRF这是个固定质量量化参数的模式 如果你用的是固定码率CBR的话 会造成一个问题 就比如说假如你设置的是CBR25000 就比如说黑暗场景或者静态图片 它不需要很高的码率 而你给了很多的码率 这就造成码率浪费 也会造成体积增大 而如果遇到那些需要高码率的动态场景 而快速转换的画面 而你给的码率又不足 CBR有个好处 倒是可以控制视频体积 但是画质并不会特别好 好我们回到CRF CRF的话数字越小 画质越好就比如说我设置为0 就是近乎无损的无损画质 一般的话这边推荐16 或者说你232127都是可以的 数字越大画质越低 接下来关键站间隔可以2秒 接下来的设置和直播的话是差不多的 总的来说X264录制的话并不是很推荐 主流的话还是英伟达 这个是OBS自带的新版的NWINC编码器 你可以看到选项非常的少 非常的简洁 待会我也会教给大家画质更好 更强大的这个FFMPEG 还是一样重新缩放不勾选 速率控制这边禁用CQP 这个是类似于X264的那个CRF 级别就比如说我选择25 那么关键帧间隔2秒 预设质量或者说最高质量都OK 配置 嗨 向前考验不用勾选 勾选心理视觉调整 GPU0 最大B帧2帧 或者说3帧4帧都OK 是不是非常简单 其实这边改为1秒也是可以的 这种方式录出来的画质很好 因为它是动态分配码率的 但是它那个体积会比较大一点 这种非常方便后期视频剪辑 因为即使你把它压缩了 画质还是一样非常的好 接下来是QuickSync 这个倒是没有什么好讲的 目标使用 Fast或者Faster都OK 那么配置High 关键帧1秒 速率的话CQP或者英特尔这些的ICQ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27帧帧3帧 接下来讲一下苹果的PORES 这个是非常流行 非常强大的编码器 无论是在Finder卡Pro 或者说Adobe的Premiere Pro上面 这个格式是非常的强大 这个非常适合后期视频剪辑 起码非常的快 在时间轴上面预览非常的顺滑 当然体积也是非常的大的 如果你想要选择PORES的话 那么录像格式改为MOV 接下来Profire的话 Proxy是给代理剪辑用的 但是它对CPU的负担比较小一点 在网上的画质越高 对CPU的负担也就越大 我到8核心的处理器 承受不起422 High Quality的预设 占用率会百分百非常的卡 倒是可以承受得起LT的预设 如果你处理器非常好的话 就可以选择422 High Quality 可以录制非常高质量的视频录像 但是这种视频体积非常的大 不到一分钟就5GB了 接下来这些设置默认就好 就不用管了 接下来介绍的是FFMPEG H.264的参数设置 如果你想选择H.265也是可以的 H.265更先进 压缩率更高 画质更好 当然了H.265要耗费更多的资源 占用率也会更高 在这里我就不够选重新缩放输出了 因为我要录制的是4K画面 接下来预设这边 你可以选择高性能或者说高质量 如果你是CQP模式的话 那么可以选择高性能 我之所以选择高性能 是因为它更适合CQP的模式 Profil还是一样 选择High 那么级别的话自动就行 它会根据你下面的设置来设定正确的级别 接下来模式推荐两个 第一个是CQP 也就是固定质量 你给另一个目标质量参数 它会根据这个质量去分配码率去录制视频 就比如说我设定目标质量26 它会根据这个26去动态分配码率 录制出来的视频文件虽然很大 但是画质也更好 就比如说这期视频 你可以看到码率是动态的 静态的画面分配比较低的码率 而动态的画面就会分配比较高的码率 你可以看到码率一下子就上来了 如果你录制采用的是和直播一样的这种固定码率模式的话 就会造成一个问题 固定码率的话 它会造成码率不足或者码率浪费 除了CQP的话 还有另外一种推荐就是VBRCQ 也就是可以像CQP那样设定目标的质量 但是你可以控制码率的上限还有下限 好我们继续讲CQP 二次变码关掉 向前考虑关掉 也就是设为0 那么设为0之后 自信域埃增和逼增都是默认关掉的 接下来选定质量 数字越小的话画质越好 就比如说如果你全部都是为0 那就是无损的质量了 这种体积的话非常非常大 一般的话推荐16 获得21 获得23 获得27 都是可以的 值得一提的是 如果你数字越小的话 对电脑的负担也就越大 如果你想录制无损的话 必须搭配非常快的固态硬盘 就比如说nvme m.2的固态硬盘 说到固态硬盘 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下 软件和录像不要放在同一个盘里面 你可以看到我这里有两块固态硬盘 那么我OBS是装在C盘的 录像是装在D盘的 如果你还有第三块固态硬盘 就比如说E盘 第三块固态硬盘装游戏 如果你游戏放在D盘 而录像又录到D盘 这样的话会加重固态硬盘的负担 那个吞吐量很紧 负载均衡是个好东西 这是我的两块固态硬盘 左边的话是pm9A1 右边的话是pm981A 左边的话是PCIe4.0 右边是PCIe3.0 速度相差一倍 不得不说PCIe4.0是真的快 无论是视频录制剪辑 还是其他用途都非常的快 就比如说我拷贝一个8.5Gb的文件到C旁 1.9 哇2Gb美妙 是不是很快 那么mkv转mp4也是非常的快 我们选择刚刚拷贝的那一个 转换 你看 9Gb的文件 好了 看mkv转mp4 接下来自适量化两个都关掉 最大逼真为0 然后接下来的选项都可以关掉 最后一个默认 然后关键证0.5秒 接下来稍微讲下H.265 它比H.264还要强大 但是它非常吃性能 而且它的普及率不高 它未能取代H.264 而且它的装力费很贵 而且未来将被AV1取代 AV1是真正的下一代的编码技术 如果你打算用H.265 请确保你的显卡性能很好 在这里快速给大家展示一下配置 首先预设选择高性能 profile选择main就好了 tail选择high 然后level 自动 模式选择cqp二次变码 关掉 logahead 0 自适应爱真 关掉 接下来这个我选择21就好了 爱真 批真还有逼真的质量选择21 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求 然后接下来自适应量化两个都关掉 接下来最大逼真为0 然后逼真参考模式 关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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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认 然后关键证件给我改为1秒 这样的话就OK了 如果你想用这个VBRCQ的话 可以参考做着写的这个文章 但是在我的电脑上表现并不是特别的好 所以说我不打算讲了 如果这些参数对你来说太复杂了 又或者说对电脑的配置要求太高的话 建议你还是选择OBS自带的NVIC编码器 也就是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直播用NVIC NU 然后录像引用NVICNU 非常的简单 易懂而且也适合大部分的人 如果你还没有因为打显卡的话 建议去买一个 当然 就目前这个行情的话 显卡还是很难买的 不过 如果你没有显卡的话 用一个带核显的英特尔处理器也是很不错的 11700K自带的核显 是UHD7504全新的X1架构的 它可以锁旺行锋 1080P高画质稳定70帧还是很不错的 我也用它测试过直播录制1080P的视频 还是非常轻松的 接下来音频这里比特率的话都320就好了 顺便一提 OBS27版很快就要出来的 OBS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更新 很多UP组都和我一样非常期待27版 27版真的是提升非常的大 我现在在用Xplay录制这个4K桌面的画面 如果我待会再启用H.265 录制这个Xbox4K画面的话 我觉得这个GPU会爆表 我们来试一下 开始录制 直接百分百了 好卡 我这些设置都非常的高 都是针对Xbox4K游戏来设置的 所以说它需要很好的CPU还有显卡 如果你电脑没有那么高配置的话 建议不要采用我这种设定 顺便一提 如果你电脑有4K游戏的需求 而且还有直播录制4K剪接的话 最好8核心处理器起步 这句话我在前期期的视频我也有说过 4核心6核心处理器剪接4K视频真的是很要命很痛苦 非常的卡 而且如果你想要在电脑上玩4K画质游戏的话 也是8核心更适合一点 4核心6核心 它那个游戏增速都没有8核心那么高 如果你只是1080p的直播录制 玩游戏 视频剪接的话 6核心起步就够了 最后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如何提高你视频压制渲染的质量 这个我本来想要放在下期再讲的 不过这次就顺便讲了 如果你和我一样都用的是Adobe Premiere Pro 这款剪接软件的话 建议安装这个Aftercourse这个插件 接下来音频这里的话可以选择立体声 然后Mono这次单声道 或者说你有其他需求也是可以的 16位44或者说48或者96都可以 视频的话我这边是4K60帧 然后放形象数1.0 无场序足夸手描 勾选这个最高渲染质量 格式的话是MP4 然后我们打开一下设定 接下来我们来到设定这里 勾选这个增加编码参数到文件名 就比如说我压制好的视频 后面会添加一行参数 H.264质量50速度3 编码器的话我偏好用X264 这个是纯CPU编码 它压制出来的画面真的是很好 细节保留的更多 虽然说速度没有因为打型卡那么快 但是我追求的是质量 如果你CPU非常的强大 时间非常的多 可以选择X265 它耗时非常的长 非常吃戏 但是它的体积会更小一点 也就是X265它的压缩率非常的高 接下来几种方式 一种是通过质量 也就是类似于CQP CRF那种方式 就比如说我设定60%的质量 或者50% 或者40%都OK 质量越大视频画质越好 但是体积也会更大 一般我喜欢60% 我不太喜欢用目标码率 虽然说它可以很好的控制视频体积 但是它会造成码率浪费 或者码率不足 如果你想要用这个目标码率的话也是可以的 就比如说B站 它那个1080P平均的话是6Mbps 如果是4K的话 平均20Mbps 接下来是速度 速度越慢的话 视频体积越小 画质越好 但是呢时间也会更长 如果你只是投稿到Bilibili YouTube这类网站的话 那么呢 Media中速就好了 它可以在质量和速度之间做好平衡 如果你时间比较充裕的话 可以选择Slow或者Slow 它可以减少你的视频体积 接下来颜色这边默认就好了 就比如说八位 电视色彩 然后自动 如果你采集卡采集出来的画面呢 是444的话 就可以选择这一个 一般来说420就好了 特效的话 这里就不用停价了 除非你要压制的是电影 或者说一些动画之类的 GOP这边的话 设置为0就好了 自动模式 如果你设置为1的话 它只需要挨增 如果你只是只有挨增的话 那么的视频体积会非常的大 但是呢解码起来非常的快 这也是为什么苹果的Porus 还有GoPro Cinephone 还有DNXHR 非常适合视频剪辑的原因 又或者说你创建了代理剪辑 因为这类视频的话 只保留了癌症解码起来非常的快 所以说在时间线上的预览 非常的丝滑顺畅 这里还有个好东西 叫快速开始 它可以让你的视频更快的过神 让你的粉丝更早的看到视频 但是这个快速开始呢 会添加一次额外的编码 会导致压制的时间变得更长 AfterCourse这个插件呢 它压制出来的画质呢 比P2比M1自带的还要好 而且呢速度更快 细节保留的更多 更精细的画面 更少的马赛克 好的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话不妨点个赞加开订阅哦 也不要忘了点击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 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最新的视频了 好的那么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